黄雨越南 我以为不想人家 我没不可能 你的姿态 你的心态 我存在在你的姿态 左边加一点小知识 右边加一点小续文 让我们一起落着梦 大家好,我是人见人爱的Sharon 我身为一个校尾,我竟然跑回来中大 来支持我们学弟学妹的活动 他们今天办的活动就是一个 Malaysia Party Night 他们要做什么我还不懂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吧 Let's go Sharon 我们在一起 嗨 支持他们 找他们的youtube 有什么表演 可以接受吗 对 有什么表演 非常便宜 非常实惠 还有另外一位表演者 今天几位表演者 我们的表演者 来说说你们刚刚表演了几首歌 我们刚刚唱的这首歌 都是文铃鲜写的 都是文铃鲜唱的 都是文铃鲜唱的 啊 哦 文铭鲜唱 是你的王子爱 还是你不坏药 我用你说爱过以后 你以为爱 这是非爱 你围破了我的崇拜 是非爱 哈喽哈喽 哈喽 你们今天负责什么 我们负责把杜杀人班 就是五粒子 五粒子是马来西亚的传统游戏 它有十个关卡 然后呢第一个关卡就是你丢一粒 然后拿一粒这样子 如果这样没有成功的话要怎么办 没有成功的话就 重来吧 你现在来试试看 这是第一关 不是我用这个 我要放下来 我现在玩的是叫做床卡 然后小叔也是很爱玩的 过来玩的 我来看我的比赛 不要想要加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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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戏规则有点长 我这里就不冗长的说 就是 到时候我们玩完完之后 随着这个洞 随着这里的弹珠最多 那边一群人玩得很开心 他们应该是在玩 玩 剑子 是剑子吗 马来文叫什么 做得不 Sepatagro Sepatagro 不是那里球吗 没 然后我们来问一下 这一个游戏的负责人 Mathieu 负责人 过来一下 来打扰你 嗨 嗨 你今天负责的游戏是什么 我今天负责的游戏是 Sepatagro 这个叫Sepatagro 用铜来做嘛 是因为我们 找不到那些材料 所以我们就用 箭子来代替它 哦 对不对 哦原来 原来 怎样 怎样玩呢 你来讲一下 基本上就是我们 大家会围一个圆圈 然后大家就拿那个箭子 然后互相踢来踢去 然后就不要把箭子 跌在地上了 那就是这里最受欢迎活动 对啊 大家都在玩啊 我想踢 但是我觉得我会有点不好意思 好 没事啊 可以大家一起来玩啊 对不对 不要 谢谢你的采访 没事没事 谢谢 谢谢 嗨 嗨 你们今天负责 负责什么活动 什么game 我们今天负责的是 马来quiz 我们会教大家马来文 对 所以 我们这个有 这样子的字 纸上就有一些图案 还有马来文字在上面 然后我们就会 我们会一个一个解释 一个一个解释 然后 过后咧 我们就会给他们 这样子matching 这个 match这个 对啊 然后我们就要猜哪一个是什么 然后 对 对 我本来想玩的 这样是不是对我来讲 不可以啊 我不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没有吗 感度非常高 是吗 是的 好 然后我来考一考我的马来文 你要先 直接来 就直接 不要读这个 妹妹看一眼 ok 看一个 你五秒啊 你数啊 五四三 二 一 ok 然后开始挑战 来来 来 来 谢谢 什么 什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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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遍 好 我好 好 好 我现在去采访一下活动的PIC 我们美丽的乙鹏小姐姐 对 对于这个活动我是觉得 大家都花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去办 然后我觉得出来的成果也符合我们的预期 对很多人参加 很不错很不错 对我也是感到很满意 因为现场就蛮热闹 然后看到大家也玩到很开心 尤其是后面有人在剃剑子这样子 然后每个game station的人也玩到很投入 我们是party night的活动就到此结束啦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几个game 听了几首歌 然后又有 学了一点马爱文 其实他们的活动办得很不错啊 好多人参加 真是感谢学弟学妹们的付出 然后 希望以后大家可以多多参与 马来西亚先生办的活动 然后也多多欣赏我们的video支持我们一下 所以记得like啦 如果喜欢这个vlog的话 还有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以后大家再一起roach mo 好多参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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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参与